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席这道路的命名仪式 但别忘了1965年的时候 西哈努克太皇才命名了一个毛泽东大道 一个杂志大概60年之后 红马内就命名习近平大道 成为两国历久彌新既往开来的心理权碑 那么现在中资的 在这个柬埔寨的运河也惹意了 因为它赤字544亿元 越南担心这中国会不会拿来用军事用途呢 你可以看到柬埔寨在8月要启动一项 耗资17亿美元的运河工程 这个运河被命名为 从湖南运河资金来源的 就是中国大陆 这条运河开挖了之后呢 往后呢中国的禅舰呢 就可以直接走内河 不一定要走到南海 它从昆明或是哪里 直接沿着魅宫河这样子一路下来 就到金边就可以出海了 那么旁边就是云壤的海军基地 但是现在铁杆朋友柬埔寨是说了 他说中国在东南亚的战略支点了吗 那么中检金龙2024联合演习昨天结束了 在演习之前呢 中国为了柬埔寨包括了云朗海军基地在内的军事设施 进行了现代化的更新 金龙军演象征着中检的紧密关系 这个军演2016年以来定期举行 在金边2017年取消了跟美国的军演 所以过去一向忽略柬埔寨建立关系的美国也发现开始 苗头不对了 所以他们的国防部的防长呢 准备在6月出席相隔里拉对话之后 也要到柬埔寨去访问了 但现在不止柬埔寨包括泰国 他们都想要争取这个金砖加深 还想加入OECD 泰国内阁日前批准了一份政治申请的草案 他说在这个月内呢 会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 如果申请获准了 泰国将成为这个组织中离一个 来自东南亚的成员 而我们要等你看到的是 今天的焦点 香格里拉对谈已经开始了 外界关注这菲律宾会怎么说呢 中平关注说 东盟多国领导人亮相 香格里拉会谈会讲什么 尤其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 跟印尼当选总统普拉伯沃 已经确定会做主旨发言 那么现在今年4月 这个普拉伯沃就已经先访问中国 已经打破了惯例 也是印尼史上 还没有就职之前就出国访问 而且将中国作为第一个首访国家的当选总统 这也充分体现他们认识到了 这中国大陆的重要性 但小马可氏一定会提及到南海的问题 他要怎么表述 接下来也反映了菲律宾政府的 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跟立场 那么菲律宾总统说 正在尝试所有的机制 以确保南海和平的稳定 小马可氏说了 菲律宾跟中国之间存在某种中间立场 政府正在是一个适合菲律宾的机制 但是毛宁就说了 在南海升级局势频频挑衅的不是中国大陆这一方 而是菲律宾他们 中方同菲律宾的对话沟通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 结果我们还要带你来看到现在中澳的关系是不是稍微回温了呢 因为大陆解禁澳洲五个牛肉厂商的进口 澳洲农业部长也讲到了 中国取消对澳洲五家主要牛肉生产商的进口禁令 即日生效这是中澳关系改善的最新迹象 尽管现在美国跟欧盟对于中国的汽车设置了这一个壁垒 但是澳洲人购买的量还是创历史新高 透过这张图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的汽车已经成为澳洲新车的第三大热门人选 甚至还把南韩挤到了第四名 中国汽车在澳洲崛起的速度设置是相当惊人 销量从2014年的4154辆 要升到了已经是193433辆 成长的很大幅度都是电动车 而且你可以看到去年 在澳洲卖出的8万多辆的电动车其中有7万多辆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类老师我们就想要来请教一下您怎么看现在大陆是不是拉紧了跟东西的关系 中国大陆跟东西的关系进展的速度越来越快 因为经济要好一定要通贸易 贸易要好一定要通大陆 不管是高速公路 不管是铁路 不管是海运 航空 还有内核的核运 也就是运核 那么如果能够多利用的话 那彼此的互通有无的贸易就畅通 畅通大家都有生意做 经济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那经济生活好 大家都开心 因为每个人都赚钱 经济比较好 比较宽裕 就能够有更多的空间做好多的事 你看现在跟柬埔赛的关系 因为中老铁路的成功 跟老挝 也就是我们台湾叫做辽国 中辽的铁路的成功 使很多的辽国的产品 一直往中国大陆卖 大陆也往辽国卖 那泰国也后悔说 当初为什么选择跟日本 搞了半天搞了20年 什么都没搞出来 所以泰国现在也要导向中国大陆 希望中国大陆来帮他们 那柬埔赛是因为中间隔了一个辽国 就是老挝 那它的铁路要再往南通的话 它还必须要转弯 这个时候有一条很好的要道 就是这个运河了 如果把这运河凿通的话 那基本上来说 这个河运它是更便宜 而且运载量是很大的 而且因为距离并不太远 那这样的话 时间也是能够满足需求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大计划的开通 对于未来柬埔赛的发展 那不得了 那当然柬埔赛的经济越来越好 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密 那军事的合作的关系 从经济 政治 军事 那云梁基地的一个开发发展 对中国大陆来讲 对辽国 对柬埔赛都很重要 柬埔赛在过去也承受越南的压力 也承受英国殖民跟美国的压力 那它现在跟中国大陆紧密关系之后 它相对来讲就更加的安全 那未来中国的军舰 因为中国已经有好几次 在这个地方举行军演了 那么也有军舰在这个地方 作为较长期的停靠 所以未来中国大陆用云两基地 作为它的进入南海的话 它的距离就缩短 所以它支援南海作战 它就更加的方便 而且要进入马六角海峡 它的距离也就缩短 时间当然也就缩短 所以我们看到中简的关系 确实是明显的改善 那军舰的成效越来越好 然后它本身的力量 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它事实上已经开始 跟G7-4相互抗衡 而且已经可以影响到G20 因为G20才是目前来讲 最重要的一个机制 因为G7已经不能够再制定 决定全世界的经济秩序 所以目前来说 由谁来制定这个规则呢 其实就是在G20 在这个会议中来制定 为什么 因为G20这20个国家 它的经济占全世界85% 所以他们说了就算了 那如何能够在G20中 具有影响力 那每个人都要选边站 都要选一个地方来靠 可是G7的规格太高了 它一定要是富有的 工业化的国家 所以很多人就没办法加入了 可是金砖不是 金砖是发展中的国家 南方共同市场 南方的国家都可以加入 所以我们看到它 把能源的国家 例如说把伊朗 把沙烏地亚拉伯 把阿联酋都拉进来 把非洲的几个代表国家 南非 还有另外一个非洲国家 都拉进来 那现在有会吸引东盟的国家 那就是泰国 那泰国也已经经过国会同意 也已经递出申请书了 所以如果东盟 泰国要加入 印尼一定会有兴趣 也要加入 那这样的话 它就横跨五大洲 横跨五大洲 它基本上的吸引力 就而且产生的影响力 会更大 因为它的门槛 没有那么高 G7一定是要 富有国家的俱乐部 可是金砖不是 那金砖的影响力 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想想看 他们在20国的会议中 他们的本身的话语权 就会越来越多了 所以未来G20 已经不会再是 美国人主导的一个会议了 事实上现在是 发展中国家 跟美国的G7 在相互抗衡的一个时代 好 我们来问一下 杨老师 你怎么看 因为这个香格里拉 对话要登场了 很多人都很关注 就菲律宾 他们会讲什么 我觉得当然一定会讲 这个南海的问题 我自己去过三次 香格里拉的会议 在2000年初的那个时间 那个时候 其实到目前为止 它这个会议的主轴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它最主要是提供在 整个亚太地区的 国防部长 还有呢 一些就是专家学者 的这种会面 那分成为两个部分 也就是政府部门 大部分的国防部长 或军方的这个人员 那他们会有 他们自己的 这种双边会议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但你只知道 他们会举行双边会议 比如这一次 中国美国 日本中国都会 这个防长都会见面 所以董军奥斯丁 都会见面 但它是一个 这个闭门的会议 那另外呢 这种公开的场合呢 就有几个演讲 然后呢 几个议题 这个都大部分 都是由英国的 这个智库所主导 虽然它是在新加坡的 香格里拉的饭店开 所以它叫做 香格里拉会议 当然也用香格里拉 这个概念 可是它现在 已经慢慢地变成 就是说 大家在关注 是不是美国跟中国 在这个场合 能够有一个就是高层的对话 至于 里面讲什么东西 其实没有人真的太去注意 那这一次你看到的 我觉得董军的参加 愿意和奥斯丁 他们已经见完了 那董军就警告奥斯丁 美国不应该干涉 这个两岸的事物 那当然奥斯丁也提到 就是相关的这些问题 那他也接下来 要跟日本的防卫大臣见面 我觉得中国大陆在区域跟国际的安全事务上 展现出那种战略定力 那其实是越来越这个一致的 也就是说 基本上 它是发展军力 可是没有对外使用 甚至也没有海外的这个基地 可是呢 对于海外 就是国际的这些 安全跟军事的情势 它慢慢开始 有自己越来越强烈的这个态度跟主张 那比如说在加萨地区 比如说在乌克兰 基本上都是以政治解决尊重 相互尊重为主 可是呢 你过于超过的这些动作 他也会有一些这个意见跟态度 像这次的中阿合作论坛 就对于巴勒斯坦 应该要有自己的会 联合国会员国就做一个这个表态 所以我是觉得 开始你看到一个 美国主导的军事安全 是有一种反修正 他认为你一切的动作 都是要来修正他的秩序 所以他就有一种反修正 反修正其实是一种 不断的在修正 懂这个意思吗 也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种 不断的是去介入到 别人的家里面的事物 或者是别人 这个区域里面 避免这个区域的 军事强权的发展 他去做打压 他去做压制 军事上去介入 从阿富汗到乌克兰 到加萨到南海 你就看得到 美国的这些 还是一样 用他的军力 来去决定一切 可是呢 你看到同时崛起的 中国的军事呢 却是稳定的发展 军力不比美国差了 在某些层面 可是呢 他却展现出 他的战略定力 而你要跟我对话 欢迎 但是呢 我们要让你听清楚 我的政策 跟我的态度 那我们想来请教一下 永平姐 你怎么看 现在中澳关系 似乎好像已经开始回问了 对 我觉得这个中澳的情形 如果我们要相比的话 我觉得跟中日韩 刚刚开过的这个 就是高端的领袖会议呢 很类似 就是说我觉得美国的这些 所谓要做军事安全联盟的朋友圈 不管这个南韩 还是日本 还是澳洲 他们在军事方面呢 是加入美国这个阵营的 简单讲就是有围堵 中国这个军事实力崛起的这个情况 但是呢 他们希望的是把军事跟经济切开 在经济方面呢 他们却不但不想跟中国大陆脱钩 连这个美国一直在鼓吹的去风险 就是说你虽然不要完全脱钩 可是你要少跟中国大陆接触 少往来一下 所以你这样风险就不会很高 他们连去风险都不愿意 他们呢反而要更紧密 大家看看日韩 不管到最后会不会成功 可是中日韩在谈的是FTA 是全方位的自由贸易协定 是全部这个贸易往来都要免税的 那现在澳洲呢 也加入了日韩的这个 就是说在经济方面呢 他非但不跟中国大陆脱钩 他希望改善关系 他希望呢大家更热切一点 那他的逻辑 因为澳洲也很简单 他的自己的军备军人都不够 他如果说真的防卫 他必须起来 他还是必须依赖美国 但是呢他们现在就是军事走军事 经济走经济 因为经济不跟着中国大陆呢 已经大家发现都没有路走 那最显然的就是看到电动车的这个事情 美国他常常认为 他过去因为他的军事政治经济 全部都是领先事件 所以当他做了一个什么做法 其他的盟友 这些盟友呢可能只是军事的盟友 或者是什么样的盟友 可是呢都会跟着 所以譬如说他要经济抵制谁 他要怎么样的做法呢 很多的国家其实都会考虑跟进 可是这次以电动车 欧洲也没有完全跟进美国 那现在看到了澳洲 那个美国是对中国的电动车 100%的加税 澳洲没有啊 不但没有他现在的中国汽车的市占率 在澳洲 因为他既便宜又好 然后现在设计又非常美观 功能又非常的先进 所以很自然的 民众呢朝性价比合理的情况来讲 当然中国的车市在澳洲市场占有率 现在就第一名了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带你来看到的是 现在在日本呢 他们既然要设UFO联盟来防止中国吗 他们说因为要因应一些不明的空中现象 日本的议员现在就说了 我们要打算来设一个UFO议员联盟 但是日本的政府就说 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观测过啊 日本跨党派的议员召开了一个会议 他们认为呢 从安全保障的观点出发 有必要应对一些不明飞行物在内的 不明空中现象 而且要在6月6号开始要设立议员联盟 日本的官房长官林芳正就说了 我们政府到现在还没有 什么确认到过什么样子的报告 但是五角大厦办公室的主任说 不排除有些UFO其实就是 俄罗斯跟中国新兴进步的技术 那么呢印太局势相对来讲比较紧张了 最高指挥官称 驻日美国太空军事遏止中国好战的优先事项 美国太空部队呢 正优先在日本建立一个野战司令部 那么他就讲到了 最近美日要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已经模拟日本存在的太空军模组 那么中俄关系呢 从黑瞎子到图门将出海口 到整个远东上东转的俄罗斯是别无选择 中俄经济互补性很强 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 中国向俄罗斯出口一些家电啊汽车 王毅呢就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 他说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入到中国的千家万户 中国的汽车行驶在俄罗斯的大街首上 我们看到中国专家就说了 如果中俄未来合作顺畅 图门将出海口将得以畅通 可以给近几年来经济疲弱的 中国东北地区带来一个刺激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 远东地区的军事战略一向是非常的敏感 图门将会入日本海比林朝鲜半岛 海面东侧即是日本那么这一次中俄呢 商讨远东合作涉及到的是图门将的出海口地带 就是要打破美日盟友在印太地区第一岛链的牵制 那么可以看到日本在这里 朝鲜半岛又在这里 那么呢华尔街日报说了 美国意外催生了以中国为轴心的影子经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于俄罗斯呢 伊朗委内瑞拉北韩进行专制国家的制裁跟出口管制 本意是呢在不需要动用军事的力量之下 制服这些美国的专制政权敌手 但是根据西方官员的说法和海关的数据 中国现在正提高这些国家的贸易 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性的影子经济 破坏了西方的制裁 而我们要持续代理来看到的是在俄乌战争里面 大陆似乎是组合 那么是不是美国是主战派呢 因为俄罗斯跟抛出了说北京可以办一个俄乌和平峰会 大陆外交部说我们支持啊事实的来召开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说了 希望北京可以安排一次俄乌的和平会谈 这样的举动将是北京努力解决俄乌冲突的延续 毛鸣也说了支持事实来召开俄乌双方认可 各方平等参与对于所有和平方案公平讨论的国际和会 那么在诺曼蒂登陆的80周年 美国总统拜登将首度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但是俄罗斯没有被邀请 爱丽舍公呢 他们在白宫的跟白宫周世一起宣布 马克宏下周将接待首度国事访问的拜登 在此之前呢 两人将出席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蒂登陆80周年的大席活动 泽伦斯基也将出席这个活动 马克宏也将借机展示法国对乌克兰新的支持 路透社就说了法国或下周会宣布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 法国首先将这个派遣首数的教官以评估相关的任务模式 另外也将提供资金啊秘密的训练跟一些武器 那么现在是不是不甩普新的警告了 美国总统拜登现在允许传出众要让他们乌克兰用美国的武器来反攻俄罗斯了 那么三名美国官员说拜登已经暗中的批准 乌克兰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来攻击俄罗斯境内 但获准攻击的目标仅限于靠近乌北部哈尔科夫边境的地区 那么德国总理现在也点头西方12国支持乌克兰轰炸俄罗斯的本土 萧姿态度大转变表示支持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来攻击俄罗斯 目前已经有12个西方国家同意让乌克兰使用他们的武器来攻 我们来先请教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这个UFO联盟 这有点在搞笑 因为日本的政府的军方还有情报机构到目前为止监控的整个区域 还有太空都没有看到UFO 然后日本的这些议员他们竟然怀疑有UFO存在 有外星人这样有外星人存在 可能因为看到拜登的很多反应很特别 所以认为拜登可能是一种外星人 所以他们要成立这样一个外星人联盟来看看 究竟是不是外星人已经渗透到拜登了 因为拜登有点像我们以前的星际战警 有一只外星蟑螂跑进人体 然后到最后原来那个你的年龄太年轻 我们这个年龄我们有看过以前演过的两个战警 星际战警 就是因为外星人有在地球被美国人藏在一个地方 然后就讲到了一个外星蟑螂躲进人体里面 那拜登会不会有一天突然间那个外星蟑螂跑出来了 原来那个拜登的躯壳是外星蟑螂占有的 成为美国的总统 这我不晓得了 胡说八道 好 我们言归正状 我觉得这些日本的议员多虑了 外星人没有那么容易看到 那另外一个问题来了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有没有可能都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 所谓的先进的太空武器 不能排除嘛 因为美国前一段时间有侦测到一个非常先进的武器 就是说在环绕地球的时候 它可以转弯离开物理学的 就脱离物理学的原理 那这个到今天这个谜他们解不开 而他们认为那是中国大陆设计的一种很新式的一种武器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中国大陆的科技 事实上进步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个人倒是这样认为 美国 指控中国大陆是好战的 或者是纽约时报说好战的中国 我觉得这个用这个形容词是很不贴切的 而且很不准确的 为什么 我们来看看从改革开放以来 这40年间 这40年间 也就是从1983年一直到现在 因为现在2020年了 大陆没有对外发动任何战争 可是美国有 美国去打了阿富汗 去侵略占领阿富汗 去打了伊拉克 把人家海山杀了 又去打了利比亚 把格达费杀了 又去介入叙利亚的内战 然后现在又搞了一个俄乌战争 所以真正的好战的是美国人 所以我觉得纽约时报 应该把这个好战的 不是中国而是美国 应该放在这里 这个才是真正的媒体 不然的话 纽约时报也就是 美国政府用的认知作战的一个报纸 而且一个新闻报导 或者分析报导 用这么多的形容词 基本上这种报纸 都已经是把自己做烂了 因为用太多形容词 都把自己搞烂了 图门江的出海口 对于吉林来说是很重要 我觉得中国东北的经济发展 这个如果是一个突破口 那未来东北就有很大的潜力了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就会回来 继续对您讨论着国际局势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我们要问一下杨老师 您是怎么看呢 诺曼第八十周年 这个在西方 在欧洲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 他每年都会去做这个庆祝 对 可是你知道 到2004年的时候 德国的总理 斯洛德 才是第一次被邀请 去参加诺曼第登陆的纪念会 当然 这个德国参加 他似乎有点尴尬 对不对 可是不会啊 阿斯坦结束之后 西德后来到德国 他整个就是面对战争 深刻的反省 那德法之间还共同 这个编写教科书 但即使如此 法国也是等到2004年 才正式的邀请德国去 那现在呢 80周年 本来他放话 是要邀请俄罗斯 驻法国的大使去参加 因为俄罗斯本来也就是在 二十三年当中 就是一起参与 美英共同作战 指代不同的这个 阵线作战 所以他参与诺曼第 很正常 但这也是因为俄乌战争 我觉得也是因为 那现在被取消 为什么 因为拜登要去 那拜登 而且他用国事访问去 他为什么国事访问去 两个因素 他倒不是为了要 防堵这个俄罗斯的大使 去参加诺曼第 那个层次太低了 他就为什么 他是为了俄乌战争 也就是在他的选举之前 他要透过这个 诺曼第登陆八十周年 表现出美国在欧洲 美军在欧洲 美国在支持 这个乌克兰 所以这个当然是最大的目的 想穿了 还是为他的选举 但第二个什么目的呢 因为你知道 就在前几天 法国总统马克宏 到德国去做国事访问 这个是法国总统 二十四年来 第一次到德国 做国事访问 你没听错 法国跟德国的领导人 一天到晚见面吗 居然还是二十四年来 第一次到德国 做国事访问 马克宏就跟萧之 共同讨论什么东西 要发展远程弹道飞弹 要发展欧洲的战略自主 基本上 马克宏就想要拉着德国一起 而萧之也赞成了 要逐渐的去 也不是完全摆脱美国 至少在所谓的弹道飞弹上面 在所谓的反弹道飞弹的 这些防御体系上面 要发展美国以外 德法自主的欧洲体系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当然一方面是看到 俄乌战争的发展到现在 德国 法国 整个欧洲的安全 被这个战争的决定 拖累下去 他们在俄乌战争之前 都是反对 而且是支持 俄罗斯的要求说 你就答应俄罗斯 不要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我们有别的方式去保障它 美国就答应 所以后来俄乌战争发生 当然他们也担心 接下来如果川普当了美国总统 欧洲的战略自主 所以这个时候 拜登要透过这个机会 去做所谓的国事访问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 带您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刚刚永平姐对于这个UFO联盟 好像有很多的想法 对 因为吃了好吃的粽子 就天马行空了 就觉得心情愉悦了 刚才赖教授讲说日本的这个UFO议员联盟 第一个我觉得真的很搞笑 第二个他讲到那个拜登总统 说是不是担心他被外星人附身 那个电影我们也都有看过 也真的觉得很好笑 那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说 觉得不是外星人 被人家怀疑外星人的是 结果美国还有一个人 就是那个特斯拉的马斯克 他每天都 不是每天 他经常跟大家讲说 我是外星人 可是你们为什么不要相信我呢 所以我对日本的这个UFO议员联盟 我觉得真的很有创意 请你们第一个去调查马斯克 把他请到日本去 一方面也推动一下 他的电动车产业 对不对 二方面彻底给他检查 日本不是很多仪器吗 很多高科技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韦家琪 那么这集也要带您从 国内政治讨论到国际局势 那么加入我们的来宾 包括有国际政治专家 赖全麦老师 吴安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前台北市副市长 李永平 林伟雍 吴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文化大学讲 周教授杨永明 杨教授 吴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了 最近的外媒都在看台湾的国会改革 但奇怪的是金融时报突然就讲到了 立院职权的修法是为中国对台渗透 创造了可乘之机 那么还可以看到英国金融时报分析 它说在政治分歧的状况之下 台湾不仅要面临到更严重的政党对立 那么还会为中国对台渗透 创造了一个机会 台湾与美国盟友的关系也可能会受到破坏 还说了一旦台湾主要武器供应来源就是美国嘛 开始怀疑其交易机密没有办法获得保障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台湾的国防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现在他们还讲到了蓝白 两党强推国会扩权 经济学人说台湾民众担忧 立委会出卖给中国 怎么回事 他说呢报道指出国会扩权呢 与中国友好的国民党民众党推动 民众担心呢会不会被立委出卖给中国 甚至批评人士担忧 新法将被用于强迫官员 甚至流亡台湾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 揭露敏感资讯 这些资讯都会流向中国大陆 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 看完公务员藐视国会罪的民调 游英龙说 这民进党可以说是彻底失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做出了一个民调里面 他就显示了 你看这个赞成的人士有57.5% 赞成这公务员藐视国会罪 那么不赞成的只有2成9 没意见的是7.3 不知道的6.1% 他说民进党占到现在不可能是赢家 总不能说国会无法加刑法都通过了 还正正有词的说 我们输了表决赢了民意 同时也赢了论述 这不可能啊 但我们带来看到是两岸交流 现在是不是真的回不去了 那么当然了 民进党在课纲上面一直做改变 那么现在央视 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报道一个新闻上热搜哦 他说台湾年轻人看得到中国的历史吗 民进党当局推行去中国话 中国史淡出台湾课本 所以就有一个同学被问到说 你们有读中国史吗 同学是怎么反应的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台湾识 中国识 世界识 你们有想到 世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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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菇识 他这就有点催眠洗脑的作用 他都有催眠洗脑的作用 对啊 他就是跟你讲 他就是一直造成分裂 对立 你去改教育这件事情 本来就会让所有的年轻人 所有这一整个世代的人的价值观 还有意识形态都跟着 都被牵着鼻子走 如果去强加 就是把这样子的价值 强加在所有人身上 而且还为此断绝了 就是中国的源流的话 那我觉得这是最大二级 好可以看到呢 其中有一段刚刚我们有看到 有个台湾的学生说 诶 请问一下中国是什么 现在上了微博的热搜 只不过现在大陆的动作 当然不断了 5月30号到31号之间 在黄海举行实弹军演 中国的海事局声明 将于30到31号在黄海北部 举行了实弹军事演习 演习期间禁止进入这个区域 没有提到其他的细节 所以大家就很担心了 是不是对台的军演 上次是A 是不是背后还有B 还有C的后续呢 大陆国防部就说了 台独挑衅 反制就推进一步 他说如今的台海局势 确实有升温 但解放军始终是整个带弹 坚决会打掉一些形式的 台独分裂势力 但美国现在的态度 是不是放话引战呢 我们待会看到 美国印太司令指说 中国的演习 几乎是入侵台湾的预演 他说呢 在今天 在明天 在下个月 在明年 似乎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但是现在川普呢 他说呢 如果大陆犯台 他一定会去轰炸北京 大陆国防部就说 这已经是丧心病狂了 川普说呢 这个一定要保护台湾嘛 所以他们如果入侵台湾 就要轰炸北京 我们的国防部长怎么说 去脉络化的内容上 无法证实 他说没有收到 川普演讲的完整内容 不适合回应 在台海不断的挑衅 恫吓是中国 如果中国停止小心呢 提止挑衅了 那么台印 台海的印太区域和平 就能维持住了 但是现在大陆 是不是秀肌肉在备战了呢 我们带你来看到 东部战区的微博 昨午后 轰6K飞行员 与美的军机对峙 说不怕死 我们先来带你看看 这段画面 后来我们飞机出云以后 发现我们飞机左侧 他们离我们很近 他们在我们飞机左边 50米左右 细节的东西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摇摆机翼啊 但是他们的武器挂载 我们就是三个字 不怕死 就跟他们在空中进行较量 狭路相逢勇者胜利 假如哪天这样的 那我毫不犹豫地肥上 并且我信心满满地能够赢 好可以听到他说 他就是不怕死这三个字 但是现在呢 大陆是不是也在秀肌肉了呢 因为北上做舰载机的训练 福建舰意外同框了辽宁舰 网传这个卫星照呢 是辽宁舰跟福建舰 在预设的禁航区内做活动哦 两艘航舰实际相距没有很远 距离也引发猜测 刚好满足歼15舰载机 开展跨甲版训练的需求 那么卫星照呢 也秀出055新舰下水 052D在舰 那么专家曝露了 现在大陆加紧造舰的盘算 中国海军大连造船厂 已经让第十艘的新型 055驱逐舰下水 还要着手打造第六艘的052D型的驱逐舰 那么现在是不是备战台海冲突了 带美国的卫星照图像就说了 你看在海南岛已经完成了 核潜舰基地的扩建 就是这张图 海南岛的榆林海军基地呢 规模迅速扩大 有两个大型码头正在加紧建造 扩增的还包括了像是这个船屋啦 停机坪啦 机库跟跑道等等 我们先来问一下永平姐 永平姐你怎么看呢 尤其是现在怎么会突然出现金融时报 来评论台湾的国会改革 事实上不是只有金融时报跟Economist 在国会无法还没有审查完的 最后一天的前夕呢 其实美国就有一个由政府支持的智库的学者 他们就在这个外交期刊上面呢 就发表了一个类似金融时报这样的说法 结果当时呢我刚好跟我们国民党之前也在工作过的一位黄奎博老师呢 正在聊这个事情 那黄老师呢他其实认识那个智库 也认识这个了解的背景 他就认为说这个就是民进党这几年 花了很多钱 在跟这个英美人士做交往的时候呢 那他们交往的目标就是随时符合民进党需求的一些 新闻论述管道就喂给他们 那果不其然在那个事件发生 那个事情联合报也有报道 但是大家没有做很多的讨论 因为那天大家还在看说会不会打架啊 那个二读会不会完成啊 那会不会通过等等 可是呢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 国际金融时报跟Economist的经济学人杂志呢 因为他们都是主力是英国的 那这里头呢记者是谁 这个习佳林 我相信在我旁边的两位专家呢都很认识 他是标标准准的绿油油 就他一直在台湾 然后呢他就是一直跟民进党的人呢 就是好朋友之间的密切活动 所以他从好几年来他所有的观点都是没有台湾民众的观点 没有全民的观点 没有除民进党以外的观点 就是民进党简单讲啦 我这样说大家就更明白 大家都现在都知道民进党的这个宣传有多厉害 就是不是都说他有中央厨房吗 对不对 他一中央厨房出去 不管你议题是什么 是不是事实干嘛 他不是就开始做梗图 开始带风向吗 那习佳林就属于他们中央厨房 会位资料的一个外籍媒体记者 而只是因为他在的媒体 确实对英美的媒体影响很大 比如说他现在Financial Times写了 那Economist他的朋友 也很可能就是习佳林的朋友 也可能就得到这个事情 那他们所担心跟假设的事情 如果按照美国国会的那种 已经行之很多年的强势的听政权 确实有可能 譬如说你跟台湾有国防外交的合约 你是不是这个为什么一直 我们钱都给你了 然后你这个国防武器 为什么一直没有进来给台湾 到底出什么事情 立法委员有没有权去叫你把合约 你的怎么执行的旗程 叫你拿来看呢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法律 或者美国的经验 确实是可以的 可是这也并不表示 在野党的民意代表 一定会去做这件事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是涉及国防跟外交机密的问题的话 他也是开秘密会议 那这个蓝白的立法委员也不可能把这个资料公布 那如果公布了呢 我们台湾又不是没有其他法律来惩罚这样的民意代表 第一个我们不是有国家机密保护法吗 不是还在吵说那个许巧夕那个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机密的 现在也被外交部告吗 那你以后如果是真的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可能让这些立法委员自己也知道 他是会去坐牢的 他怎么会去处罚呢 那另外更不要讲说跟中国大陆的关联 如果有的你还可以用间谍法治他 还可以有反渗透法 你有一大堆的法律 那到底这些人在说什么 美国可以有听证权调查权 英国的国会那么强势 然后偏偏台湾在Financial Times跟Economist来讲 台湾就是次殖民地是不是 我们不可以自己有 我们让我们的民意代表国会有权是不是 我们只要一做这件事情 就表示我们去跟北京低头是不是 我觉得这些人已经太过分了 你已经失去了新闻记者 所谓吴勉王第四权的独立自主的精神 你根本就是绿油油 赖老师我们想要来问一下 这个对台军演是不是还有可能有B有C还有后续呢 那要根据赖清德之后怎么演戏 赖清德如果继续挑衅中国大陆 再继续推这个两国论的话 那继续再推台独 那当然这个当然会有B也会有C也会有D 那如果赖清德继续再搞跟美国联手搞实质上的台独 不是民意上台独 是实质上台独 美国再有一堆国会议员或是 又透过驻外人员再拉一堆欧洲的议员来的话 那我相信大陆的军演就越来越接近了 这一次美国的议员来的时候 那个空军已经 大陆解放军的空军已经进入了这个22海里之内了 那这个就已经两三分钟都进入台北了 这个国防部也承认了嘛 那也就是说现在解放军 你每一次一搞台独 然后就往内再走一点 你再搞就往内走 而且那每一次都是以这个实战 也就是说对于台湾实际上的作战的方式跟模式来进行 等于是赖金德一直提供给解放军 把他的战力一直提升 所以纽约时报认为说 赖金德提供给解放军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让他们能够实际上在台湾的战场演练 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战争的彩排 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办一个大型活动的时候 一定要有彩排 所以要有走位 那现在印太司令也承认 我当时在这边评论里面 我说这个就是一个彩排 这就是一个走位 那现在这个印太司令证明我们这种军人出身的 军校毕业生的 在国防大学教书教那么多年的 我们的判断基本上来讲 这位小老弟他说老学长是对的 因为这个就是一种战争的序列 也就是一种彩排 可是我觉得美国的这位印太司令 讲了大话吹牛 而且吹过头了 为什么说他吹牛呢 我们问一个问题 解放军在台湾实战演练的时候 那请问你印太司令的你的军队在哪里 你的航母在哪里 1996年的时候 导弹演习还没有进入台湾的 这个空域跟海域实际上演练 而且只是导弹在台湾的四周的时候 那美国克林顿总统时代还派两个航母战略群过来 那现在已经贴了台湾的海域跟空域 直接在练打的时候 那你美国的航母跑到哪里 据说有一艘跑到南海去 那艘名字叫做雷根号 另外有一艘航母过来要跟他做交班的 叫罗斯福号跑到哪里 据说跑到新加坡 新加坡跟南海离台湾好像好远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吹牛100分 但是要打实战没有这个本事 我再补充一下 英国的金融时报跟经济学人 他们的分析 如果说他们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话 那英国的执政党 他们在当时上来的时候 跟中国大陆是建立了黄金十年的计划 那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来说的话 那英国的执政党 也就是英国自己的政府保守党 他们本身被大陆渗透了吗 如果按照这个道理来讲 那只要跟中国大陆建立了黄金十年的国家 都是被中国大陆完全渗透的国家 所以你金融时报应该先骂你的执政党 说你怎么可以被大陆渗透 这个简直是粉一所思嘛 第二个 那假设四年后 四年后 那国民党执政了 国民党推出来的候选人 赢了赖清德 赢了执政了 民进党变成在野党 那请问一下 这个时候 民进党是不是变成 跟中国大陆通 渗透的一个政党 因为他是在野党嘛 所以他会把国会的资料 都送给中国大陆 那不是按照他的逻辑 同样一部法律 主客一位以后都变了嘛 这个是什么逻辑啊 厉害啊 是金融时报 果然是日本董事长 了不起 好 我们问一下 杨老师你又是怎么看 大陆最近是不是在秀肌肉呢 金融时报跟经济学人 我必须要讲 我以前都还订过 以前都很贵 不只是你啊 我们都订啊 一年大概都要一万多块台币以上 每个月都要上千块的 因为他这个收费比较高 他自身认为他是跟经济有关 他根本应该叫反中时报 愁中学人杂志 对 真的 其实从头到尾真的是如此 不只是那个在台湾的 这个不知道多少年的 这个太上记者 他不是只是在接受资讯 他根本就是一个 就是主要制造这项方面的报道 就是中央厨房一部分 你看他写的内容 他如今 金融时报的论文 社论 如今利益院过度扩张自身权力 有吗 我们相较其他国家 比你英国的法院的相关的规定 差多了 部分法案流于草率 存在被国民党反对党立委 用来做政治报复对手的风险 国会执权法将导致台湾民主 未来面临危机 哇 好伟大 然后呢 法案不仅引发党派的对抗 也会破坏 赖清德总统希望 统一口径 以应对中国施压的计划 他都有计划了 都给他了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国会改革法案 会破坏赖清德对抗中国的计划 然后部分人士认为 上述修法已经达到了 国会政变 这都是英国的一个报纸的社论 你可以相信吗 我们有没有自己的判断 是不是 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判断了 简单的说 从这些西方的媒体 到美国的印太的司令 这印太司令讲得更夸张 他说 解放军这次的军演 是在彩排 是在演练 准备要打 但是 如果真的打起来 我们美国的军队一定会胜利 他在旁边鼓动 支持两岸的战争 可是就很奇怪 如果你真的冷静来看这个情况 美国现在在这个区域 就只有日本这边有军队 对不对 那菲律宾那边根本都不算 关岛 你知道关岛最近的台风 把整个关岛一些设施 都给摧毁掉 那他们评估要多少 十几十亿台币的 去去恢复它 那这个关岛的基地 怎么会这么不堪意 台风的轰击 那更不要说 你将来可能用为 作为这个所谓的 这个美军的基地的扩大 所以美军在这边 事实上的第一岛链 逐渐已经在衰落 他真的能够打赢这场战争 你真的能够相信他 那他不断地在告诉我们 要全民国防 要这个城镇战 巷战 各位 一定要了解 他们真的希望两岸开战 只有这个方式 能够让 整个中国的发展 为之一顿 全西方的制裁 就像对俄罗斯制裁中国一样 台湾 当然 在一番战争之后 面临到了巷战 城镇战 我们还存在什么 克纲不克纲 是不是 我们要有智慧 不要受到这些 这个反中西方媒体的 这种误导 在旁边鼓动战争 我们再次误导 都想要 我们再次误导